一头白斑路过河突然就被鳄鱼偷袭了 好家伙 还真是够倒霉的 这是白斑路们正在水坑旁边喝水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条鳄鱼突然窜了出来 想要捕捉它们 可惜慢了一步 鳄鱼并没有成功 但是只要白斑路到这里来喝水 鳄鱼肯定回来得突然偷袭 鳄鱼藏在水里 趁它们不注意直接大嘴一掌 可惜还是没能成功 不得不说 这些白斑路还真是很难捕捉 但鳄鱼怎么会轻易放弃呢 然后它翘无声息地又来到了白斑路附近 还是直接来个突然偷袭 结果依旧没成功 鳄鱼很生气 可没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再看看 这头白斑路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它竟敢在水里从鳄鱼的岭堤路过 鳄鱼看机会来了 也真是不客气 直接就飞速地游了过去 瞬间咬住了白斑路 在水里还想逃过鳄鱼的追击 真是太难了 随后鳄鱼叼着白斑路 向河流深处游去 就这样 倒霉的白斑路 被鳄鱼轻松地捉住 等待它的 也只有被吃的命运了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